穿到虐纹的第二十年 我才知道我的夫君苏慕是重生的 穿来后的每一次相遇 都出自她的精心算计 因为在前世同样的时空 我多次陷害女主 甚至娶我 也是苏慕为了防止我嫁给男主 以便成全男女主在一起 只因原身是万恶不赦的恶毒女配 是男女主幸福路上的拦路石 可那并不是我 我与女主成了无话不说的归忠密友 对男主必而远之 最后嫁给了文中最深情的男二 但前面都是真的 最后却只是我自以为苏慕深情 可我却忘了 她立深情的对象并不是我 直到我在御书房 看到苏慕的日志 上面记录了 她前世今生事情的全经过 皇后娘娘 将军夫人来寻您了 让她进来 我夫君今日去城外寻访营 我一人在府中太过无聊 便来寻你完了 这便是苏慕最爱的女人江南希 将军的夫人 也是原文的女主 这时 苏慕好巧不巧地感到 她站在我身边 又礼貌地冲一旁的江南希 打声招呼 随即吩咐一旁的丫鬟 将盒子打开 朕知道你怕热 所以今日特意吩咐御膳房 做了这节属的饮品 说完她又看向江南希 你也一同尝一尝 看何不何口味 皇上真是爱奇诚狂 这些年让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这句话 瞬间让我脑海中 浮现了更多细节 每次江南希找我 苏慕总是及时赶到 给我送什么新鲜玩意 都是挑她在的时候 东西也总是备两份 若是有时她不在 还会装作无意的提醒 让我给她也送一份去 如若不是我今日看了那些日志 我便真信了 苏慕爱我成吃 我本是快穿的员工 专门修改那些 被读者痛骂的虐文 来帮助真正的男女主在一起 原本在男女主幸福的成亲后 我也能功成身退 回到现实 唯一的意外是 我爱上了书中的深情男配 还跟她成了亲 宛儿 苏慕的呼唤打断我的思绪 怎么不吃 昨夜没休息好 我以为是因为我的出现 才改变了原本的剧情 所以苏慕才会爱上我 原来是我错了 那我今日来得不巧 皇后娘娘你好好休息 江南希刚站起身 突然毫无征兆倒下去 苏慕瞳孔紧缩猛地起身 快快去九太医 我的心一紧 也站了起来 她却冷着眼眸 将侍卫的长剑 贴住我的脖梗 是不是你做的 贴着脉搏的剑身 还在加重力道 肌肤被划破 鲜血顺着脖梗流入衣巾 我忍住痛意开口 不是臣妾 她放下了剑 可她的眼神中依旧满是怀疑 不准我靠近江南希半部 回皇上 将军夫人这是有喜了 天气炎热 加上又喝了些凉的 一时刺激 这才晕了过去 转瞬间 苏慕便恢复了温柔神色 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 朕刚才误会你了 苏慕走上前 抬手想要抚摸我的脖梗 我却下意识往旁边躲了躲 就在这时 江南希醒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怀孕了 文言 江南希神情呆滞了几秒 不可置信地抚上自己的小腹 我要当娘亲了 我忙伸手护着她的肚子 当娘亲了 该稳重些 可别再如以往那般活蹦乱跳 我察觉到苏慕的目光 发现她的视线正死死停留在 我那放在肚子上的手 我心中苦涩蔓延 相识那么多年 原来我在她心中 竟如同洪水猛兽 江南希发现我脖子上的伤口 十分焦急地询问 你脖子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本宫没事 别担心 话虽是这样说 但我的心早已如坠冰枯 本来我还留有一丝 苏慕会在日后相处中 会爱上我的希望 这个想法 刚才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可是 别可是了 你也赶快回家向将军报喜吧 江南希兴高采烈地离开后 苏慕没有再说话 今日很多下人都看见她用剑伤我 想必明日就会流言传出 地后的感情 不似传闻中那般坚不可摧 反之摇摇欲坠 苏慕伸手查看我的伤势 被我躲开了 今日臣妾身上有伤 不便为皇上准备晚膳了 我紧咬着唇 面上带着微笑 尽量不让她看出不对劲 又怕自己控制不住流泪 可等苏慕离开的那一刻 我忍不住泪如雨下 其实晚膳早就准备好大半了 只因她一句 今日想吃我亲手做的 我并不擅长厨艺 穿来前事 穿来后也是 包括打理宫中上下 大大小小的事物 我都不擅长 只因苏慕向先帝求取 赐灰圣旨落下前夜 她翻墙入江府 给了我一张 写着二人生辰的大红宝纸 皮处是大吉 这是书中 她为江南希所做的事 嫁给我好不好 那夜我以为自己 从苏慕双眸里 看到了汹涌的爱意 直到今日 我在日志里看到她写满了 她和另一个人的生辰的红纸 原来那夜我看到的 只是自己的虚妄 不一会儿 苏慕又来到我的宫里 手里还拿着药 朕来为你上药 那便劳烦皇上了 他动作温柔 可冰凉的药膏抹在伤口 依旧带起一阵刺痛 皇上 你真的喜欢臣妾吗 苏慕手一顿 随后勾起一抹笑 当然了 那这么多年 皇上为何不给臣妾一个孩子 你早些年不是伤了身子 朕不想你生孩子的时候太痛苦 等你调养好后 我们便也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刚说完 我的贴身侍女 端来一碗汤药 婉儿 喝药的时辰到了 我将汤药喝下 她才满意的起身 你好好休息 朕去太医那里寻一些药膏 尽量不让你的脖颈溜疤 苏慕刚走出去 我便看见床上躺了一个荷包 她一向贴身带着 从不离身 更是宝贝得很 谁都不让碰 当然也包括我 我立刻拿起来 准备给她送过去 皇上真的一直打算 让皇后娘娘服用那个汤药吗 太医说了 长久下去 不仅对身体的伤害极大 更可能终身不孕 我将在原地 苏慕冰冷而漠然的声音响起 这宁远中生无子 也不愿让她生下阵的血脉 房外的对话还在继续 我强忍耐着痛意 放轻脚步离开 还没走几步 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皇后娘娘您怎么了 小云是我的陪嫁丫鬟 对我忠心耿耿 若是她知道 每日端给我的养身汤药 其实是穿肠毒药 只怕会立即找一条白铃 悬梁自尽 本宫没事 此事不许告诉皇上 小云愣了一下 但还是点头硬下 我早早睡了 却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松木仍旧是 如平常那般浅笑着 只是眉目尽是冷意 她用剑挑断了我的手脚 让我在痛苦和绝望中 慢慢死去 我猛地从梦中惊醒 现实与梦中场景交织 正对上黑暗中苏木的双眼 我顿时彻底惊醒 皇 皇上 您怎么来了 朕的荷包不见了 婉儿可有看见 那个荷包为什么对她这么重要 深夜不睡 也要到此来找 而且 荷包的做工并不精致 可以说是非常粗糙 也不像女子送的 书中也没有提起过 可她为什么如此宝贝 在这里 当我拿出荷包时 她才松了一口气 婉儿刚才是做噩梦了吗 别怕 有阵在 说着 松沐拿出一个掌心大小的白瓷瓶 这是西域进贡的膏药 抹上之后不会留疤 多谢皇上关心 阵听闻你晚膳也没用 今日市镇不好 你别怪镇了好不好 我突然闻到了熟悉的桂花香 是京城最有名一品楼的桂花糕和桂花酿 每次我与松沐闹得不开心 她都会用这些来哄我 因为她知道 一品楼是我爱上她的地方 你看 这是镇特意出宫为你买的 言外之意就是她为了我 哪怕是宵禁 她也甘愿付出一切 若是放在以前 恐怕我早就感动哭了 至于那日我为什么出现在一品楼 是因为我为了救江南希 书中她会在一品楼里务实迷药 险些失身 虽然没有失去清白 但她还是和男主产生误会 我假借与江南希交谈 暗中换掉了她的茶盏 而那头的苏木 早已将房东的好色之徒赶走 正等待昏迷的江南希被送进来 可苏木没想到会是我进入了房间 我们四目对视时 她的眼中满是差异 殿下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她赶忙恢复了笑容 自然是来寻你 我身边的侍卫告诉我一品楼出现好色之徒 你又在附近出现 我怕你有危险 可能是因为数几十年的穿梭中 我早已厌倦了孤单 而她又莫名的经常出现在我身边 我终究还是心动了 可到头来不还是我的一厢情愿 她舍身相救的人从来都不是我 其实 我并不喜欢桂花糕 忘了告诉皇上 我也不是真正的江向晚 你不必说这些 你不是江向晚 谁是江向晚 我顿时明白了 她以为我在怒气 说的都是气话 朕今日的确是一时冲动了 我们可是命定之愿 你也不要再说这些气话了 皇上 你别再自欺欺人了好吗 从相识到现在你一直告诉我 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 你为什么非要一次一次的骗我 骗我真的好玩吗 都到这个时候了别演了好吗 在我知道所有的真相后 我真的没办法再跟她再扮演情色和名 夫妻情深 我也没有她数十年如一日的演技 婉儿 你到底怎么了 这何时骗过你 你一向记性好 应该清楚前世 我并未出现在一品楼 可我却出现了 我也不是为了买贵花糕 其实我的目的跟皇上一样 都是为了旧江南西 只是我没想到 那天我们都骗了彼此 那她今日昏迷当真跟你没关系吗 苏木看着我 谋底的疑虑一直未散去 她直到现在还以为江南西的昏迷是我所为 我在她的心中只会伤害善良的女主 不知为何 此刻我的心一抽一抽的痛着 原来朝夕相对的夫妻之间 也可以是没有意思信任的 太医是皇上的人 你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太医吗 你是看了御书房的日志 才会这样的态度对阵吗 她的语气不是质问 也不是疑问 而是冰冷的杀意 是 我看了 我也知道你喜欢江南西 她付出那样多 也没换来江南西的回眸 就如这一世一般 我倾尽所有 也换不来她的半分真情 毕竟这本来就是书中写好的结局啊 你与江南西非亲非故 为什么要帮她 这只是我的任务 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女主 让她和男主幸福地在一起 苏木听不懂什么是任务 但她似乎有点相信了 那你现在可有什么想问证的 我问什么 问她这么多年 有没有爱过我吗 脖子上的伤口 不早就说明了这一切 若是我在问 那就是自取其辱了 我突然想起来男女主成亲的那晚 恰巧是上缘佳节 快穿控制台问我 小双双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脱离这个世界 当时我正与苏木在河边 我看着她 小心翼翼地 将写着我与她名字的河灯放入水中 一路守好这灯 务必让她平安流入落河 是 殿下 落河一友 有情人总成眷属之称 我决定留在这个世界 陪她到老 这样你之前任务的所有积分都会清零 为了一个男人值得吗 我紧紧牵着苏木的手 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憧憬 从未如此坚定过 值得 我不管你了 没有 我只有一事相求 只要你没有害她的心思就好 从今往后 你只需要安心做好一个皇后 你以后想要什么证都会给你 皇上 可否与我合理 苏木瞬间变了脸色 为何 我自嘲地笑了笑 难道让我告诉她 我嫁给她并非为了富贵权势 而是因为我真心喜欢她吗 而现在离开 是因为我接受不了我的丈夫 心里装了另一个女人 我不敢说出口 因为我不知道她会如何笑我 也算是我想在离开前 给自己保留一点尊严 既然皇上已经知道 我没有要害江南希的心思 就没有必要将我留在身边了 婉儿 苏木顿了顿 又换了一种称呼 皇后 你与朕之间可是父皇赐婚 言外之意就是这是先皇赐婚 若是和离 就是服了皇家的颜面 这话是提醒 也是威胁 那便寻个犹套 病史也好 无所出也好 我只想离开 和离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 你觉得刘言飞语会饶过你吗 皇后你太天真了 我们和离 江府不会留你在京城 无论你去哪 都会遭人议论 你一个女子 没了皇后和江府嫡女的身份 你该怎么生活下去 苏木顿在教育一个 正在闹脾气的孩子 他在绝大部分时候 情绪都温和稳定 却也是如此漫不经心 句句是道理 字字不提感情 可能是因为他对我从来就没有感情吧 在百姓眼中 我与苏木是少年夫妻 恩爱和睦 在朝臣眼中 我是个称职的皇后 将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 言行举止也并未有过差错 地后和离会引起许多猜测 更有可能会打破百姓眼中 苏木身为皇帝的形象 你在这后宫没有任何忌惮 这还会像从前大班待你 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吗 是吗 皇上 你说了这么多 还没问过我真正的名字 你到底是谁 朕根本不在乎 朕需要的是一个称职的皇后 仅此而已 而且 你若是走了 朕用什么借口去靠近南西 一切说破后 他竟连装都不装了 这句话更是一把利刃 狠狠地刺入我的心脏 皇上的话 我都明白了 我会做好一个皇后 苏木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他没有想过我转变得如此之快 时候不早了 我也乏了 就不送皇上了 我已下了逐客令 比起前一句 似乎我这一句 更让苏木猝不及防 苏木有些木讷的点点头 刚走几步 又停了下来 除了爱 朕无法给你 倘若你需要个孩子傍身 朕也可以答应你 不必 我还要多谢皇上 这么多年次的药呢 苏木总感觉不对劲 却又说不上来 哪里不对劲 见我这么乖巧 以为我想通了 便也没有那么多心了 记得上药 不知道怎么了 身体越来越差 当我得知这一切 这种无力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我也该离开了 无论是回到现实 还是出宫隐姓埋名 对我来说 都是一如反掌 毕竟这么多年 我不是白混的 难的是 如何不让身边的人 不受牵连 我喝了一口 发现汤药的味道变了 我让小云拿去查验 竟然是有利于 生养的药方 我不管苏木给我喝什么 相反我还得谢谢她 这些年没有孩子 离开的时候 牵挂变少一个 小云 你多大了 回娘娘 今年二十四了 有没有想过早点出宫 娘娘 不要奴婢了吗 我不过是觉得 还有一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离宫了 既然如此 不如早点离开 可奴婢想一辈子 留在娘娘身边 你被困在我这边这么久 也是时候去看看 外面的天地了 听话 小云满眼通红 不舍得点点头 兄长得知 昨天发生的事 立刻来到了皇宫 质问苏木 我也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御书房 当兄长看到 我颈部的疤痕后 更加愤怒了 婉儿最怕疼了 皇上怎能拿件伤她 你可知当年 她为了你 每年冬日西处 便失血入侵 如以食骨 请尽天下明依好生 交养了几年才痊愈 如今你竟又让她受伤 朕看你是糊涂了 朕对此事可一点印象没有 昨日只是正误会了皇后 才误上了她 你竟蠢到全然不知 那年废太子设计 将你困于雪山 是她将你 够了 不要再说了 我赶忙打断兄长的话 我的确在那天 遇见了被追杀的苏木 她双眼中毒 暂时失明 但那日我并不是为了她上山 而是接收到通知 男女主之间 出现了偏离剧情的虐点 我的任务 是帮助她们走出雪林 不然剧情可能会直接变成双死 我给男女主留下了标记 暗中引导她们一条下山路 我并没有现身 不然我的出现无法解释 我选择另一条路时 遇到了苏木 带着她离开不适一世 前有大雪 后有追兵 她比我高大许多 扶着她下山时 每一步都要深深踩入雪堆中 积雪莫稀 寒气入骨 兄长口中 每只寒冬复发的旧疾 就是这样来的 一路上 苏木因中毒身上高热不退 没有一刻是清醒的 当时我对此感到庆幸 原身一个贵女 出现在远在京城千里之外的剿匪之地 任何借口在苏木面前 都显得十分拙劣 再者 我不想她对我有任何怀疑 现在告诉她这件事 无疑是在自接伤疤 这件事 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不知道兄长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腿疾 是我在雪地里贪婪时 待久了落下的 当时只是怕兄长责罚 才故意说谎 兄长不要再胡闹了 请皇上不要怪罪 兄长只是在意我 才会这般冲动 若真要罚 就罚我吧 苏木眉头紧皱 是不解还是厌恶 我已经懒得去猜测了 见她没有要责怪的意思 我将兄长赶忙 拉出了御书房 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说 明明是你救了她 她非但不敢急 还用剑伤你 之前我不问你 你真当我全然不知啊 兄长将我问得哑口无言 我只是觉得 没必要告诉苏木罢了 更何况现在说出这件事 不是好事 既然你不愿意说 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那你颈部的伤 到底是怎么回事 皇上只是将我错认 成了旁人 才误伤了我 兄长不必在意 你若过得不开心 就同我说 话音未落 我抱住了兄长 兄长以后 切记别再这般冲动 毕竟你是臣子 他是皇帝 若当真有一日将醉下来 嫂嫂和我侄子侄女又该如何 按照书中的剧情 苏木已经开始 瓦解兄长在朝中的势力了 我不能在临走之前 让他们闹得不愉快 虽然他不是我的亲哥哥 但我穿来这么长时间 一直是他在照顾我 我没办法置身事外 你今日怎么比我还啰嗦 像是我们兄妹再也见不到了 毕竟我如今是皇后吗 总不方便见 所以才多嘱咐两句 我还以为你真的 兄长停顿了几秒 像是想到了什么 你兄长我啥都知道 这里的一切你放心就好 我会给你兜底 谢谢兄长 保重 兄长走的时候 一步三回头 眼里含着泪花 但他始终保持着微笑 仿佛不想让我看到他的难过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察觉到我不是他妹妹的 但他依旧对我如初 这份真情我会铭记在心 夜晚 孙悟来到我的房间 拿出了那个荷包 我没想到 里面还包裹着另一个荷包 我记得这个荷包是江南希送我的 后来不知我掉在哪里了 这是当年戴镇下山的人所留下来的 为何要骗镇 那这个人肯定不是我呀 皇后真的当镇是傻子吗 镇已经问过南希了 你们曾交换过荷包 恰好就是镇被困在雪山的那年 原来他以为当年就他的人是江南希 所以才把这个荷包 用另一个荷包保护着 他现在这么生气跑来质问我 是因为他保护了这么久的荷包 是我的吗 那一年的剧情中 江南希会在外被毒蛇咬 我以交换荷包为由 给他的荷包中放了去蛇虫的药材 既然话讲到这个份上了 当时我确实去了山上 我本意只是想救江南希 碰巧撞见了皇上罢了 此事你从来都没有跟朕说过 直至今日你还是不肯承认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了 也没有意义 难不成我说出此事 皇上就会回心转意啊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 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自取其辱 皇后 朕不是那个意思 朕只是想问 松木的话戛然而止 他不知道应该对我说些什么 皇后 你已经很久没有在朕面前自称臣妾了 忘了 多谢皇上提醒 那皇上今日是来问罪的吗 如果想处置臣妾 大可随便安一个罪名 何必如此 朕从未想过处置你 朕只是想跟你恢复到以前的模样 皇后那天你问朕 为什么没有问你真正的名字 因为朕从前觉得那些都不重要 但今日知事后 朕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 皇后真正的名字和生辰喜好 还有皇后到这里之前生活过的地方 松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语气郑重且认真 但我内心却没有半点感动了 他的转变 只是因为知道了我是他的救命恩人 是之前误会我所感到愧疚 这些都不重要了 就在他来之前我联系到总部 他告诉我任务只剩下最后一个情节 结束后 我就可以安全离开 是吗 臣妾也忘了之前叫什么名字了 喜欢什么东西啊 你就当臣妾喜欢桂花糕吧 朕知道之前伤了你 但现在朕也只是想弥补你 你不要这样对朕好不好 朕心里真的很难受 难道我们一辈子都要这把吗 皇上如果嫌对着臣妾生恩无趣 臣妾会从世家女子中挑选一些 够了 朕知道你心里还有气 那这明日再来看你 之前有许多大臣 举荐许多貌美的女子进宫 但都被松木拒绝了 当时我还为此感到庆幸 觉得自己赌对了 第二日一早 松木差人送来了他的日志 跟先前我发现的时候一样 里头夹着写满了 他与江南西的生辰的大红宝纸 皇上的意思是 这些东西任凭皇后娘娘处置 小云将它扔到狗窝 皇后娘娘 怎么了 皇上不是让我处理吗 她当真这么做 回皇上 以属下看 皇后娘娘这是真的生气了 你那样做 换做谁都会接受不了 难红了 苏木开始频繁出入我的房间 他也不做什么 就是跟我待在一处 奏折也不在御书房批阅了 每日差人搬到这里 一日三餐也在这里用 这些日子 苏木是极好说话的 我说让小云提早一年出宫 他允了 我希望兄长日后能回到祖宅安稳度日 他也允了 还赐了兄长一块免死金牌 但苏木也并非事事答应 例如我出宫 从前他允许我自由出宫门 但从我说要合理那天 宫门不再为我敞开 店外的守卫也比从前多了 他是想将我永远锁在这里 用宫门困住我的后半生 可苏木却忘了 我想走不是只有这一种办法 近期苏木更是给我送了许多东西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在讨好我 今天苏木恰好没来用善 说是被前太子的是伴主了 我难得清闲 便去了上宫局 刚才接到上面的提醒 今日江南希会被掳走 同时幕后之人也会派人掳走我 而我需要来到上宫局 确保自己跟江南希待在一起 才能有机会救他 果然在我到了上宫局后 一位面生的公额 给我端过来一杯茶 我正准备假装喝下那杯茶时 崔上宫来了 谁让你擅作主张给娘娘泡茶的 娘娘喝不惯龙井 少自作聪明 还不快滚 只见那宫女灰溜溜地离开 我本想叫住她 但又怕打草惊蛇 只能等应付完崔上宫再说 崔上宫笑咪咪地递给我一杯茶水 我喝下之后 立即感觉到了头晕目眩 崔上宫也变了一副嘴脸 不同以往的宫尾 而是猎人看着猎物的笑容 原来刚才那名宫额 只是用来转移我的注意力 但书中并未提到崔上宫这个角色 还没问出口 就闭上了双眼 在睁眼时 不知道身在何处 身旁的江南希满脸焦急 招待不周 还请皇后娘娘和将军夫人谅解 前太子请我们到这里 又怎能说是招待不周呢 我记得书中结局前 江南希是被前太子掳走 因苏木登上了皇位 她不甘心 暗中招兵买马 试图造反 而我的出现 改变了前太子的想法 所以才有了崔上宫这个戏作出现 上一世 苏木虽然也登上皇位 但步步艰辛 娶了我之后 有了兄长的支持 很快就把前太子斗下去了 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皇后娘娘 这件事跟江南希没关系 忘了她 不 皇上在乎的是我 你将她抓来根本没用 看来江南希已经猜到了 抓我们来的目的 故意这样说 是想将崔上宫的目标 转移她身上 如果皇上不在乎她 我何必大费周章将她绑来 你说到时候让她只能选一个活下去 她会选谁活 一个是皇后 一个是将军夫人 你说皇上和将军 会不会因为你们二人一生一死 而君臣反目呢 我原以为前太子抓我们来是为了逼苏木退位 毕竟上一世是这样的流程 这一世竟然是这个目的 非要上演这狗血的二选一戏码 那只怕你这如意算谈打错了 无论是将军还是苏木 爱的都不是我 所以他们都会选我死 你在说什么 江南希你就别装了 那天你应该猜到我颈部的伤口是怎么来的 苏木爱的一直是你 因你昏迷 她怀疑是我做的 就拿剑伤我 这短短的几句话 却让江南希双眼也含满泪水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服装委屈 装无辜的样子 让我反胃 要杀就杀江南希 我就是想让苏木每天都活在痛苦中 随上公没有说话 离开了房间 我知道他在宫中知道的消息不少 加上我刚才的话 他应该信了 我早在袖口准备了匕首 你信我 我从未对皇上动情 这个我自然清楚 一直以来都是苏木一厢情愿 刚才我那样说 只是想救你 苏木心里有谁 我不在乎 等深夜他们困了 疏于防守 我们就离开 在此之前 你先跟我换身衣裳 江南希似乎明白了什么 不 要走我们一起走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你故意让崔上公 以为皇上最在意的是我 然后换上我的衣服 转移他们的注意 这样做你会没命的 我不换 那总比我们一起死的好 你先走 然后让苏木来救我 我们才都能活下去 其实皇上他是在意你的 只是他自己意识不到 你不必为我如此 我说过了 苏木如何与我无关 我在乎的是你 我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你还记得12岁那年你落水吗 有人救你上岸 让你免于出丑 还有那个荷包 恰巧是可以去除蛇虫的吗 以及那年你跟将军在雪山迷路 有人暗中留了记号 往后一系列的事 你都能轻而易举地度过 你当真觉得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江南希听完后 久久未能回过神来 这些年原来都是你在暗中帮我 是我 真正的江向婉早就死了 而我是专能为了救你而来的 你若死了 我所做的一切就功亏一篑了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 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这一次能不能换成我 傻丫头 我死了 不过是回去原来的地方罢了 只要你能够顺利活下来 我就能回家 真的吗 你不要骗我 真的 我还可以在那个世界看到你跟将军以后会添多少个宝宝呢 向婉 不对 你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我叫劈双 同苏木问时不同 我是真心想告诉江南希我的名字 谢谢你 劈双 好了 赶紧换衣服走人 趁前太子正在跟苏木周旋 这里人手不够 赶紧离开 不然以后可没机会了 我将藏在怀里的烟火淡给江南希 我今天特地将其藏在衣衫内里带了出来 幸好崔尚公并未动我的衣裳 等会分头走 你走远后再放这个 想必将军和苏木有可能已经摆脱了前太子 正在四处找我们 那你呢 自然是等你带他们来救我 我们刚分离没多久 崔尚公果然误把我当成了江南希 将大量人手都分配来抓我 身后的崔尚公和其他人紧追不舍 一开始我还能拖延住他们 渐渐的 我的体力也在一点点的消耗殆尽 就在这时 一抹光从眼前升起 在黑夜中开出绚烂的烟火 我知道江南希终于安全了 双耳 我倒下的那一刻 感觉自己被一双有力的双臂接住 熟悉又陌生 抬眼一看 竟是苏木 我极少见他落泪 他情绪一向是极稳定的 但现在 我却看到那双眸中 泪水如绝地般涌出 南希他没事 你放心 他没事 那你呢 我想睡了 好 我们回去睡 你再坚持坚持好不好 你走了让我怎么办 在睁开眼时 我回到了现实 恭喜你 任务圆满结束 奖金已到你的账户 念在你之前 勤气恳恳做任务 之前的积分 我已经帮你申请回来了 从今天起 你光荣退休 还是个大富婆 我都羡慕了 谢谢你 跟我客气啥 知道悔悟就好 他递来一本书 名字还是那个名字 但已经从虐纹变成了甜宠纹 我在里面看到了将军和江南希的结局 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 是一个女儿 取名为肖念双 每年那天 他们都会带着念双来看我 书中提到 将军和兄长联名上书 让苏木废了我 没有让我葬在皇陵 南希说 这才是我想要的归宿 还是他最了解我 书中的最后 是关于苏木的番外 我合上了书 没有继续看下去 他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或许里面记载的是 苏木另一新欢 又或许里面是他用尽余生来缅怀我 但那些都不重要了 那个世界的一切 对于我而言已经结束了 这个世界属于我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 与其停留在过去 不如抬头向前 先皇后去世的第五年 寝殿外的下人 经常听到皇帝的痛哭声 又惊又怕 无人赶入内寻闷 跟我走一趟吧 苏木不知道他是谁 但看他打扮奇特 想必应该能见到想见的人 他们 这幸福的时刻 当然需要纪念一下 所以 我特意请你当个见证人 双二离开你之后 过得很开心 他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 某人不珍惜 自然有人珍惜 我想跟他说说话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他说话 用什么身份 是你自己亲手斩断了姻缘 我能带你来 已经是破例了 更何况双二最不想见的就是你 他的每一个字都如利刃一般 刺入苏木的胸膛 灵魂分明是没有痛绝的 可此刻苏木却痛得无法呼吸 他知道自己最无可恕 可就这样 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嫁给别人 无疑是打击最大 双二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以前认为只要得到了皇位 就能娶自己爱的人 互助想护的人 可很多事我都无能为力 比如看着江南西 还是嫁给了将军 又比如看着双被利剑穿心 我差一点就能护住她了 只要我再快一步 可我终究还是没能救她 那日我用剑指向双 将她视作与前世 将向晚一般奸恶 之后 她的双眼里 再也没有从前的光了 其实幻皇后对我而言不是难事 但那日我没有答应 是因为我真心想将她留在身边 毕竟 少年夫妻相守多年 我终还是动了情 可她却再也不爱我了 她不肯告诉我 她的名字和真实的生辰 她觉得没必要 她告诉我会做好皇后的本分 可我却再也没对她笑过 对她所有问题都选择避而不答 直到后来我发现 她才是当年救我的人时 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卑鄙的人 往后的日子 我用尽了办法弥补 但她对我依旧冷淡 我甚至天真的以为来日方长 终有一日 她还会重新接受我 我就这样看着她在我的怀里慢慢死去 怎么叫都叫不行 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不是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吗 为什么我救不了她 我直到那一刻才知道 我根本离不开她 我找来了天底下最好的名义 为她医治 可她们都说 双儿体虚弃弱 又失血过多 无力回天 倘若是身子抵好的人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可她的身子 分明是那年 她为了救我下雪山 被寒邪入侵导致的 我还让她愿每天开一碗壁子汤 伤了她的根基 杀死双儿的人 竟是我自己 就连她的遗体 她们都不肯留给我 后来 我看着她嫁给了别人 我的心如万箭穿心 我多么想下去阻拦这一切 将她留在我的身边 甚至 我想着哪怕是一缕幽魂 待在她身边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满足 可我已经没有资格了 是我亲手将她推向了别人 我多么希望自己 还有再来一世的机会 那时 我会在第一次见她时 就问她的名字 我会亲近所有去爱她 但上天 没有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